我这个课程的重点基本上就是高阶函数到VBA设计 那基本上我们这前面13师基本上就是在 这两个重点 衍生出来的所以相关的知识 相关的东西其实这边上面都有 那如果假设你要看的话或复习的话比如第一次好了第一次 记得好像我们是讲IEBD加LE那这个当然云端上的第1个单元 的第1个讲这边其实都有了所以你 假设你回去要复习几个函数的话上面其实都有 相关的资料 那比较建议就是说 就是还是要实做了我发现现在 有AI之后慢慢有些东西 你可以很快可以得到答案剩下就是你做不做的出来很多人其实知道怎么知道了 但是做不出来很多 好像书里面好像这相关的书期 你看那个书店或图书馆都一大堆 re sale 函数的书 会是有利润书 很多 但是很多人借回去或买回去 其实不见得看完之后做得出来 我发现很多人是做不出来的 看了半天其实都看懂了 但是问题你要把那些动作 连贯在一起 其实就是一个 不太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有一个 惯性 你如果把那个惯性抓到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蛮容易的 或者是算是一个小诀窍 如果你有把那个诀窍抓到的话 其实真的不难 但是问题如果你没有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诀窍的话 我是觉得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像VBA VBA这个东西 其实每一本书都讲得很复杂 你看看 随便其实随便一本 VBA相关书籍 都是相当的厚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尽可能的 我这个课程的 特色就是说尽可能 帮你们把一些可能暂时你不需要知道的相关的知识 先暂时 没有特别去讲 我就教你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在前面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回去 因为今天这次上课 你自己在把这相关的知识 那影片这边有了 所以每一个 连结底下都是会有个清单 所以第一次上课的话有六段影片 然后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连结 你回去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复习一下 这14次的 14个连结的话 或许建议 你可能分 也要分14周 然后 也许每个礼拜五 假设你没事的话 就是在家就把它练习一下 花点时间 我相信你慢慢会比较有感觉 尤其用Excel这个软体 你会觉得越来越 你越来越救手 那为什么一定要Excel 因为当然很简单嘛 因为这软体 我想应该没有一个软体 可以取代它了 你随便你 假设今天你没有Excel的话 你要怎么办 你用其他软体 你用办法马上取代它 有没有 像很多免费的 但很多免费的说 用不习惯 像Google的试算表 也可以取代 但问题 它就是跟Excel 长的就是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OK 那更不要说 你要处理其他 像孙留分析表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用 还有像Excel VBA 你说老师那我可以用别的工具去写程式 然后你别的工具 你就要再安装一个环境 然后你要再学那个程式语言 然后你要用 我跟你讲 太复杂了 另外同样的其他的程式语言 那真的非常抽象 因为看不到 像Excel的好处是看得到 你资料都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 如果假设你 并不是一个 未来可能要走那个 城市开发 或者是很深入的 研发 只是办公室要用的话 我是比较建议 你还是先把函数跟VBA学好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实在的 因为你如果假设你说现在很热门像Python 这个很热门 大家都推荐 比如你问人家说 我应该要学哪个程式语言 我给你讲大概90%以上来都跟你讲 我们学Python 因为现在最多人用 但问题我自己也教Python OK 像我同学也是上了我Python课 然后也还来上这个课 OK 我并不是说哪一个比较优 哪个比较烈 比较好跟坏 我是觉得站在你们的需求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一定是不一样 你的需求跟我的需求一样 当然不一样 所以你要想一个 比较适合你用的工具 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说 到底 这个工具跟那个工具有什么差别 OK 那学了半天最后发现 好像我学在干嘛 用不到 对不对 那用不到就很浪费时间了 所以最重要的话 还是要先想清楚说 到底你学的工具 有没有什么地方要用 用学哪个工具是比较合适的 看来看去啊 如果你有很多资料处理的话 现在应该 以色尔应该是 没有其他的 对手可以好像可以把他 真的怎么样 取代他了 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 那所以呢前面的相关的这个影片 都在这个清单里面 所以前几次应该都是文字与资料的相关处理 后面好像就慢慢走数字跟统计分析 所以还讲一些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然后等等的 还有录制聚集 然后在后面的话好像就慢慢多讲一下 VBA的部分 VBA的部分就讲的比较多一些些 甚至我有强调有讲到一关那个 怎么样产生 那个VBA的程式 所以 也非常重要 有没有现在AI 他可以自动帮你生成 除了文字 影片现在有新出来 还可以生成影片 有没有像YouTube做的事情 通通可以直接教你 请你帮我生成一个什么什么影片 因为他真的可以帮你把它产生 他当然也可以帮你产生成程式 也就是自己帮你写程式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我们试过应该没问题 甚至如果将来你有些公式 像以色列的函数 你不知道用哪一个比较好的话 甚至你可以问他 请问一下我有什么什么需求 在以色列里面 那我应该用哪一个函数比较合适 对 那如果他可以讲说哪一个哪个函数 比如说V路函数 或因德热函数 那你接着还可以问他 因为他可以连续问 你说 那请问一下因德热函数怎么用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知道一下 他其实会跟你想 所以我是觉得 QRGBT这个部分是真的可以 也可以帮助 但是因为我们这客人主着并不是AI 所以如果你将来 想要再多了解 这个有关AI相关的应用 我觉得有必要 因为将来当然是 这个AI的时代 而且你会发现 QRGBT你可能还没学熟 又有新的AI出现 像Google前几天又发表了一个新的AI 他的能力其实跟QRGBT不相上下 叫Germany OK 他本来叫Bart 他应该推个Germany 而且 我试了一下 也蛮厉害的 所以你会发现 永远都有学不完的东西 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那怎么办 你还是要得要面对 所以很多时候 学习知识的方式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前一代人的那种经验 你可能一个知识 学到退休都用这个知识就够了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都还没有 你看 你学到还没毕业 又有新的东西出来 你可能要学新的东西了 更不要说你新的社会之后 又有新的东西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学习新知识这件事情 好像有其必要性 而且我觉得学习怎么样 可能那个态度慢慢又不太一样 以前学要很扎实 学习都要学很认真 但我觉得现在 我的态度是 我要马上知道这是什么就好了 接下来我可能 如果觉得这个 我还知道说哪些东西是我需要的 那我需要我再多花时间 如果我不需要的话 我不用浪费时间 时间很宝贵的 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 所以尽可能你要知道说 取舍这件事情 这样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我发现 现在很多 这个好像 很多人不太知道说 这个知识的改变 其实还蛮剧剧烈的 所以你应该要 改变一下你的那个学习的模式 有没有 如果你学习模式没改变的话 那以后你会很累吧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进了社会也会发现 在职场上面很多 一个东西还没学会 一个新的又出来 又觉得压力很大 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 OK 所以前面的部分 一些重点的回顾 因为今天是 最后一次上课 所以我们大概 把前面的一些重点 稍微再跟各位 再说一下 后面的话 其实再来就是 我们从文字 资料 然后数字 再来就是有关查询 查询 用最多就是 VB 用V路函数 V路函数里面取蛮多 当然也有延伸到VBA VBA对同学来说 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资料如何做正规化 这件事情 有没有 其实前面举的还蛮多的 例子 因为我发现 很多同学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资料 根本都没有 应该要的那个样 所谓的资料正规 所以你要做后面的事情 就做不出来 像做资料查询 像V的函数 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个不行查 因为你资料本来就不能查 所以 那要怎么样能够让他可以查 OK 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必须要 知道什么要资料正规 简单讲起来 就是让他长得像表格的那个样子 所谓的表格 应该你们常见 那个表格清单 反正第一栏通常是编号 编号1234 或者是一个ID 什么什么 然后里面就第一栏 第二栏 第二栏可能就是什么姓名 第三栏可能是顾门 第四栏可能是那个什么 夜期 第四栏可能是什么什么 诸多此类的 那你要一个条列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多栏式的 架构 可能你会慢慢要习惯 可能 资料如果不是长那样的话 你说真的你要查询也不行 你要筛选也不行 甚至你要用数据分析表也不行 你一定要先把它变成 他要的那个样子 不然的话 后面其实什么都不行 那所以后面这些 其实到 第13次上课 其实都在讲一关查询的部分 那上个礼拜的查询 上上礼拜 已经好几周了 我们这个课其实是跨年的 今天算是跨了一年之后 那 讲了有几个函数 包含比较重要 像Index Index Offset 这几个函数 那这几个函数的话 你可以把它视为 这个 又就是像V轮函数的延伸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 假设说V轮函数 它做不到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用这三个函数 是不是能够 也有其他解决的方法 尤其像我上次 举了一个 就是像Offset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是 以哪一个 储存格当基准 那你 就是向左或向右 或向上或向下 你可以抓到它附近的储存格资料 它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这个作用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把它 做一些 查询 甚至利用什么 定义名增加 Indrex函数 可以做出两层次的清单 这个还蛮有帮助 尤其你将来 希望下来一个清单 下一个清单 就会依据前一个清单的变化 而改变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类似两层 甚至三层次清单 也当然可以啊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让 懂得把它变化 用在你的这个工作上面 OK 那如果细节啦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影片都在吧 所以你可能就是点这个影片 都在里面 自己 可能再花一点时间 再消化 吸收一下吧 那因为学习啦 我是觉得怎么样学会最简单啦 其实我个人的经验啦 真的还是看影片最快啦 说真的你看的书啦 看半天说 很难消化 尤其是有时候那个作者的文笔很差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 看不懂 对 有时候他跳过去 中间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 试半天还是不行 OK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最后试完之后 我都把它录下来 因为我怕我之后还要再做我又忘记了 那因为你看那个动作看一遍就会了嘛 可是文字叙述很难叙述啊 有些东西你要 把那个 某个动作的流程 全部都文字叙述讲 倒不过做这个你看来的快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要把影片录下来 主要原因是希望 你刚才看我的影片 然后你要遇到什么事情 你做一遍你照着做 然后 先会了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变化 你这样很快就把事情解决了嘛 所以很快 说这样不用浪费时间啦 有的东西其实会了就会了 不会喔 你试一百次还是不会 那有的人就为了这种 一点点的不会 就卡住了 卡住就浪费时间了 那有时候你要问人家 人家也不知道怎么 怎么怎么帮你 OK 所以 我是建议可能还是要慢慢学习 如何 比如说找到 对的影片 甚至YouTube上也有很多影片 当然你要 我觉得你要 有一个能力 我发现现在人 可能学习知识 还有一个能力 找到你的 你的答案在哪里 这些事情 还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 我发现不会找答案 像AI很好用 但我发现很多人不会用AI 为什么 因为 很多人不懂得如何跟AI沟通 为什么 连问都不会问 你说老师那不是谁会问他 他其实是机器人 他 没有你想象的 这么聪明 而且他是没有情感的 所以你也不要跟他讲一些 情感上的语言 甚至礼貌性的语言都不用 你请帮我 不用了 帮我就好了 你不用请 因为他其实 不用那么有礼貌 因为他其实是机器人 OK 所以今天的话也许我们把那个前面的部分 再把它 结束一下 最后其实我们好像做了一个 就是我最后好像 这个范例 326这个范例 那我们最后是希望说 我可以把一班二班三班 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做的动作是一班 他就一班出现 按下班级 给这边出现一班 然后二班的话就二班 三班的话就三班 那我们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 VBA直接找 找完之后把它call过来 另外一个是筛选 筛选的话就是说 利用什么 利用这边有一个资料的筛选 然后 比对这两个 资料 应该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筛选的话 我们是 比如说一班的话 就把这个条件 塞到这边来 有没有 然后把 这个筛选结果得到的这个结果 call到这个 G5的这个位置 OK 把它恢复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一般的资料 那用筛选 有没有 一样可以把这个资料call到这边来 那也就是利用筛选的方式 筛选 筛到一般的 把它call到这边 但是call到这边 其实程式好像只有三 这样蛮简单的 所以如果假设说我今天的需求 我并不是说我要把它call到这边 因为我希望呢 可以跨工作表帮我放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 可以这边一般 先帮我新增工作表 叫一般 然后呢 再帮我把一般的这个结果呢 直接就call到那个一般的工作表 也就是跨工作表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好像 上次上课的话 就讲到这边 好像我替德文好像有写了 一个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部分的话就是 先新增工作表 新增工作表的话 好像我是先 在 这边 先产生 123班 有没有 然后利用这123班的这个 这个 清单 利用 这个SYP 叫P4新增 工作表 然后他可以怎么样 帮我一个一个 新增到哪里 所以按F8 新增 应该是 2 新增2到 FoI等于2到4 然后这个的话呢 运用这个SYP 工作表物件 Add 到后面 OK 所以新增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工作表1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成什么 改成 那个名字 就是我指的前面 序者1 的 哪一个呢 L欄的第几个 第几列 这个I的话指的是第几列 因为刚好那个名称在第2列 所以指的这个 2的话 指的就是这个位置 L的 这个第2个 OK 所以我就把这个名称 把它 改 成这个工作表1改成这个 所以 执行它 有没有发现 那个名称呢 就变更了 OK 那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一样就是 再新增一个2班 然后把它名称改了 再一个3班 OK改了 那最后把这个 画面切回到第1工作表 OK 那上次好像是讲了 还有删除啦 删除的话就是把123班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删 删除 3 2 1 OK 那删完之后呢 离开 那不过呢 那上次好像最后还没讲到 可是我可以新增啊 对不对 也可以更名 但是我资料好像没抠过来 所以如果要更完美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 把那个1班的查完 抠过来这边 放在这里 那1班的资料就过来了 然后再来2班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地方 如果我希望123班 分别自动帮我把它抠过来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应该显然应该在这个城市的这下方 再增加什么 把资料抠过来的这个城市 那资料都过来了 那不就可以 很快的把 123班分别分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了 OK 所以 请各位说 复习一下吧 这个 城市部分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5个单元 这边有第5单元第5单应该是326吧 这个 记得好像我又把它贴到 云端白板上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